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一题 它说呢 求6x4四方加5x3四方加9x平减4x减4等于0呢 的这个方程式的所有解 而且呢 它说还包含所有的复数解哦 OK 所以它不是要只解这个有理根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解这个题目 同样的呢 又是一个四次的方程式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别的PEP哦 我们就只有牛顿定理 这就是我们的工具 OK 所以呢 如果说呢 它真的有一个因式呢 ax-b的话 也是一样 若有一个ax-b呢 整除这个f of x 那么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a就应该要整除首相系数就是6 b呢 就应该要整除这个尾巴 就是常数相呢 就是4 所以呢 我们就要来做一点调整啦 我们写一下 好 a呢 有可能是1 2 3 6 b的话呢 有可能是正负1 正负2 正负3 正负4 所以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就会得到 a分之b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正负1 正负2 正负3 正负4 也就是呢 1当分母的时候 然后再来呢 还有什么 正负2 分之1嘛 正负2 分之2呢 也是1 正负1 所以这个重复了 然后正负2分之3 然后呢 正负2分之4呢 就是正负2 所以也重复了 就用不到 那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 3当分母的部分 那有正负3分之1 没有问题 有正负3分之2 那正负呢 3分之3呢 也是一样呢 就是正负1 所以重复了 然后还有正负 3分之4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呢 分母是6的的话呢 就有正负的6分之1 那正负的6分之2呢 就是正负3分之1 也重复了 正负6分之3呢 也是一样 是正负2分之1 所以这里呢 也重复了 那正负呢 6分之4呢 是正负6分之4 就是正负3分之2 所以呢 也重复了 好 讲了那么多呢 我们发现 我们找到几个值 哇 这个a分之b 还真多呀 总共有 12345678 9 10 而且还有正负 所以总共有 20个值 好 看到呢 20个值呢 就是感觉有点痛苦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偷懒的方法 就是呢 乖乖的给他带下去 然后呢 我们要祈祷 我们在越早的地方呢 就可以呢 哎 找到这个值 那 嗯 这边呢 通常啦 给大家一些这个想法 就是说呢 很多时候呢 通常这个值呢 都比较不会出现在 很极端的值 像是太大的 或者是太小的 大部分的时候呢 都不会 所以呢 如果是逛语学长的话呢 我可能会把这些值呢 放在最后呢 才去这个算 那也有很多的时候呢 常常数字呢 会是这中间的值呢 会比较容易呢 Bingo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不知道 这个没有一定 绝对没有一定 所以呢 最安全的方式就是 每一个呢 都给他带进去算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乖乖来给他算啦 那F of 1 带进去 是6加5加9 减4减4 OK 所以呢 前面这样看一下 你就知道 这已经是十几了 减8不可能等于0 那F of 负1呢 是6减5 6减5加9 然后呢 加4减4 这个呢 看起来也不是等于0 OK 好 没有问题 那F of 2呢 F of 2算一下 这边呢 2的四次方是多少 哇 这个还蛮大的呢 2的四次方是16 乘以6 是变成96 然后呢 这边呢 2的这个三次方 是8 8乘以5是40 加40 写到这里呢 我就不想写了 为什么呢 这前面都是加的 加那么多 然后减得这么少 所以他一定是怎样 不等于0 OK 那继续呢 我们来算 F of 负2 记得你不一定要把值整的算出来 你只要确定 他等于0 或不等于0就好了 那F of 负2呢 前面这还是96 诶 那这次呢 就是减掉40了哦 再加上呢 4936 然后呢 这后面呢 又再加8 减4 哇 这个一定也太大了 所以这个也不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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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我们来算一下 F of 3 那F of 3呢 大家观察一下 其实呢 你从F of 2 就可以观察到一件事情 它前面高次方的 都是前面都是加 所以我如果带一个正数进去的话 这前面就会很大 然后后面减的东西又这么小 所以呢 这个F of 3呢 怎么样 一定也不等于0 因为光是3的四四方 就已经81了 81然后你在乘上6 就不可能等于0嘛 对不对 OK 所以呢 这个一定就是错的 那F of 3呢 其实我们观察一下 F of 3呢 我们也知道 它大概不太可能等于0 为什么 因为前面呢 是6乘以81 虽然呢 减掉了5乘以 这个27 但是你又加上了什么 9乘以9 而且呢 这边后面呢 因为负3带进来之后 这里也是加的 所以变成 加上12减4 这数字呢 很大 减的没有那么大 所以呢 这也不等于0 那同样呢 F of 3既然都不等于0的 F of 2不等于0 F of 3不等于0 F of 4会不会等于0 也不会啊 F of 4 你想一下 你就知道 前面呢 也是太大了 所以呢 虽然看起来 要带的值很多 不过当你有点概念以后 你也可以加快你的速度 F of 4呢 也不可能等于0 那F of 4呢 F of 4也是一样啊 因为前面这个值很大 是6乘于 不太大 就是这个原因 好 不过你还是要带带看 那你会发现 哇 光与学长 我们已经带了8个值了 有没有 我们呢 这里的8个值 已经全部带完了 还有12个值了 怎么办呢 真的要带完吗 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不过你已经知道呢 你已经确实删掉了8个值 所以呢 我们继续带下去 那F of 2分之1呢 就会等于2分之1的四次方式 16分之1 16分之6 哦 这有分数呢 感觉呢 好像机会大一点 然后再来呢 加上8分之5 加上4分之9 然后呢 减掉2分之4嘛 减掉2分之4 再减掉4 好 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这边是8分之3 对不对 然后呢 这边是8分之5 所以呢 这边加起来呢 是1 然后呢 再来呢 再加上4分之9 减掉2 减掉4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分数没有办法完全消掉 因为还有一个4分之9 所以呢 它一定不等于0 可是呢 如果呢 再给它算一下 F of 负2分之1的话 好 这边就变成16分之6 减掉8分之5 然后呢 加上4分之9 然后呢 加上这个 呃 2分之2 2分之4 最后减掉4 检查一下呢 这边是8分之3 减掉8分之5 所以呢 是 负8分之2 所以前面算出来呢 是负4分之1 负4分之1 负4分之1呢 所以呢 变成 正2 正2再加2分之4 2加2呢 就是4 4减4 哇 我们太开心了 总算算出第一个 等于0的东西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F of 负2分之1 等于0 就代表我们有一个一次音试是 2 X 加1 OK 好 总算找到第一个音试了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呢 贯语学长就会做一件事情 虽然呢 我们会一直给他 理论上要一直带下去 没有错 可是呢 因为现在我们后面遇到的东西呢 他都有这个分数 OK 那有分数的时候呢 如果你留的次方越高的话呢 你剩下来要带的值呢 常常比如说 3分之1的4次方 如果我们真的要带到这里的话 3分之1的4次方是 81分之1耶 那个分数会不是很好计算 所以我们一找到第一个 我们就先把它拿来除一下 好 我们把它拿来除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式子写下来 这个式子是6X4次方 加上5X平 加上9X平 减4X减4 等于0 OK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已经找到第一个音试是什么 第一个音试我们已经找到是2X加1了 所以呢 我们就来把它除一下 利用综合除法 6加5 加9 减4 减4 那我们知道呢 要除以2X加1的时候 我们先想象 除X加2分之1 OK 所以我们这边要放的数字是 负2分之1 要回去复习一下哦 综合除法 一定要是什么 首相是指是X的 这样的数字 好 那除下来呢 我们来算一下 这边是6 乘上呢 负2分之1 变负3 所以这边变成正2 2呢 再乘上负2分之1 变负1 这边是正8 8呢 乘上负2分之1 是负4 所以这边是负8 负8乘负2分之1 是正4 所以呢 剩下来的东西就是 OK 0 好 可是呢 记得这个是除以 X加2分之1的结果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去除以2X加1的话 我们就还要再多除一个什么 这个商势我们就记得 还要再多除一个2 这样你才是除2X加1 所以呢 你会得到真正的商势是 3X的三次方 加X平 加4X减4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 如果叫做F of X的话 那F of X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它的因是2X加1 乘上呢 你除完2X加1之后呢 你得到的这个商势 3X三次方 加X平 加4X减4 好 那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啦 因为我们刚刚上面还有多少的值呢 我们刚刚上面呢 还有这个 已经算到了 我们算到哪里 我们算到这里 OK 我们算到这边 我们已经带入了10个值 还剩下10个值没有带入 那这10个值呢 你就不一定要把它带到原本的F of X了 你可以带到呢 剩下的这个G of X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今天你真的F of 2分之3呢 等于0了的话 或F of 3分之3等于0了的话 已经不可能是因为这个2X加1的原因了 一定是后面的这一个多项式里面 存在这个G of X里面呢 存在一个2X减3 或者2X加3 你才有可能让这个值带进来等于0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当我们已经做到前面 而且我们已经除完2X加1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要带数值的时候 我们都把这些东西带到G of X里面就好了 好 我们呢 现在就来一个一个带 可能是有点痛苦 不过呢 这没有办法 我们就来好好的计算一下 那G of 2分之3呢 等于多少呢 我们知道这边是8分之27再乘以3 所以变成8分之81 再加上呢 2分之3的平方是4分之9 再加上2分之3呢 乘以4 所以呢 是这个6 再减掉4 很明显呢 不等于0 那G of 2分之3呢 其实你也不用特别去算了 为什么呢 你看这边是G次向的呢 就变号而已嘛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一件 很惨的事情就是 因为8分之81没有办法跟后面任何数字消掉它的这个分母 所以呢 显然它也不可能会变成等于0的 哇 我们已经算掉12个值了 我们再继续算下去吧 G of 3分之1带进来呢 就变成多少呢 诶 27分之3 所以就是9分之1 再加上呢 呃 呃 X平方分之1 就还是9分之1 然后呢 再加上3分之4减4 也是一样不等于0 那G of 2分之1呢 如果你眼睛够快的话 也是一样 G次向的变成负的 加9分之1 这个呢 3分之4呢 这边呢变成负3分之4减4 这个呢 也不等于0 哇塞 我们已经试完了几个值了 试到现在我们已经试完14个值了 还剩6个值 可是呢 很抱歉 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把这20个值全部试完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确认这整个状况 所以呢 我们就继续来算下去 OK G of 3分之2 等于多少呢 这边G of 3分之2是27分之8乘上3 所以是9分之8 再来呢 3分之2的平方是加上9分之4 然后3分之2呢 再乘上4 所以呢 是3分之8减掉4 我们检查一下 这边数字是多少 这边加起来是9分之12 9分之12就是3分之4嘛 3分之4再加3分之8是3分之12 3分之12真的是4耶 所以4减4就是0 Hallelujah 我们竟然把G of 3分之2呢找到是等于0了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G of x 里面呢有这个3x-2 这个因式 OK 有这个因式也就是呢 3x-2呢会整除 G of x 所以呢我们就继续呢 把这边呢给它 算下去 除下去 我们这边给它擦掉 拿个擦布 把这边擦掉 记得G of 3分之2是等于0哦 我们已经确认了 我们把它写在旁边 G of 3分之2等于0 因为我们知道G of 3分之2等于0 我们刚刚算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3x-2呢会整除G of x 所以呢我们就来呢把这个整个式子呢去除以x 减掉3分之2一下 我们把整个式子拿来除以x-3分之2 所以这里就是3分之2 然后呢算一下这里是3 放下来3乘上3分之2 所以是正2 这里又是3 3再乘上3分之2呢又是2 4加2呢是6 6再乘上3分之2呢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整4 所以最后就真的 负4加4是于0 那大家记得我们因为用综合出法的关系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等于是除以x-3分之2 并不是除以3x-2 所以我们真的要除以3x-2 我们记得要再多除一个3 所以你会得到1加1加2 也就是说呢 这整个3x平方加x平加4x-4呢 可以被我们写成什么 可以被我们写成3x-2 再乘上呢 x平加x加2 所以呢我们现在总算呢 历经千辛万苦 写出了f of x 等于什么 2x加1 再等于呢3x-2 再乘上呢 x平加x加2 ok 算到这里你都可能头昏眼花了 那我们知道呢 x就等于负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二 可是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每次算到你以为要结束的时候 就要回头看一下题目到底问的是什么 他问的是说呢 要我们求所有解 包含所有负数解 什么意思呢 负数包含实数跟虚数嘛 所以呢 我们有虚根的话呢 也要把它解出来 所以说呢 什么叫做虚根 就是我们知道呢 x呢 可以等于负二分之一 或者是呢 3x-2等于0 也就是x呢 会等于 这个三分之二 可是呢 所有解释代表是说 虽然x平方加x加2 它是判别是小于0 我们知道 b平方-4ac 它的判别是小于0的 可是 x平方加x加2 等于0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用公式解写出什么 x等于2a分之负b加减根号b平方 1的平方减掉4ac 所以是7 负7 那根号负7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二分之负1加减根号7乘上i ok 根号负7就是根号7i的意思 所以呢 很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题目要我们求的是 所有解 而且是包含负数解的时候呢 你就要写 或 这个2分之负1加减根号7i 而且记得哦 我们要把这种 根号的负数的部分呢 最后化成i 这样子呢 才是完整的 所以呢 整个多项式呢 总共有这4个解 整个方程式 总共有这4个解 好 这一题呢 算到这里 你可能发现呢 你已经花了将近20分钟了 可是这一题是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虽然整个计算的过程好像很繁杂 可是呢 只要你的观念正确 你的牛顿功力呢 会用 那我们一个一个有耐心的去带 记得一定要非常非常有耐心 有耐心的去算的话 你还是会算出来的 那如果考试呢 真的这么讨厌的呢 要你带到 我们刚刚是带到哪个值 我们刚刚已经带到了三分之二 正三分之二的时候 所以呢 我们带到正三分之二的意思是 我们已经算到第15个值 你已经带15个值了 可能快要疯了 但是呢 没有关系 你还是算出来整个答案了 至少没有让你带完20个值嘛 对不对 OK已经要感恩了 好 所以这题呢 请大家要花时间 好好的消化 吸收一下 虽然算的时间很长很长 但是一定要把它算出来哦